兄弟呢 則是在南港打造全新的旗艦店 除了有明星商品之外 还结合了咖啡厅以及实况转播台 球迷可以在里面看观赏球赛 另外乐天则是结合了儿童卡通 推出许多的新商品 接下来还要在桃园主厂开新店 佟医师同样不遑多让 跟日本知名动漫合作推出的新产品 甜美笑容搭配白皙长腿 兄弟像啦啦队热舞开场 还有彭正敏也来了 中信兄弟开设南港新旗舰店 球迷们多了一个购物空间 民众可以来到这里 逃选自己喜欢的球新衣服 还有棒球 我们也希望能带动国内的直棒 所以我们希望不只以在球场上的 球技上的一个互相的竞争以外 我们这个旗舰店也逐步的 也算是一个国际化 做一个国内的一个指标 除了棒球相关周边 就会出了办公小物 像是名片夹 领带夹等等 特别的是现场还设置了 球评实况转播台 北部的球迷 这个地方至少可以让他休息一下 或者他想要不同的看球体验 不管我们这边有电视墙 或者是这个同萤幕 至少让大家有一个家 有个基地的一个感觉 另外乐天球队也在百货设柜 结合Baby Shark推出了 超卡哇伊的小朋友棒球帽 玩偶商品甚至家庭用品 统统都有 还有统医师近期再度与超人力霸王 截落合作 打造全新蓝白红球衣 还有卡通logo棒球各式小物 先引不少人上网抢购 现在球队在场上拼球技 背后的行销团队也使出浑身解数 开创新品抢攻球迷市场 华市新闻林婷 林志纯台北报导